我猜吧 那个鱼叫什么呢 不仅把我猜了是真的猜出来 还把我的鱼拿走 我们要那个盖的盖的好吗 西游灵溪 哎好 文艺公司是哪个 那虾 虾吧 好 那我们男生猜一次了啊 他们这组是三针一甲 我们是三个针一个甲 那我们要猜一个甲了是吧 好啊 三针一甲啊 请沙逸哥先讲出你的假故事 前些年吧 我有一次呢 看到说评选到底谁是军逸孝草的首草 然后我就用小号找了几个人给自己点 哎呀妈呀 当时竞选者分别是 就那几位 就是然后看谁是首草的 后来我也没当上第一了 我就又用小号在沈腾那里头 说是我觉得杀意比你帅 哈哈哈哈 干得出来这事 哈哈哈哈 但是没必要 杀意比你帅 大号都没闻明白他小号还投票啥的 杀意比你愿意揭发这些哈 啊 啊杨阳他们都 哎 也是年轻吗 哈哈哈 几年前哈 对啊 哪一年啊 这一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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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年哈哈哈 大概在一零年左右微博才更是新奇 就最初的是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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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不是他有可能是哎你确定是在微博吗 还在找吧你看是贴吧是不是贴吧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哪个贴吧 我那么那招 一一天堂吗一话语世界 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什么网都不上你还编一个上网的故事 找出来假货了 哈哈在这里 肯定是假的 肯定是杀一个 哈哈哈 假的 啊 老次对 哈哈哈哈 太假了 哎呀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玩还是哪一年呢 那你这个编的你这个 不走 哎呀 还你买 哈哈哈哈 那就要那个什么鸡 牛肉和鸡 拿回来 巅峰对决就是这样啊 每队就派一个人 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对方猜是真是假 你们派杀一个怎么样 别别不害我 我不太行 你来吧 大友 张星辰怎么样 我想好了反正 那我来吧 想 我都怕你说 我编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